日本体操的王牌 奥运俗事被拎出来直接碾回国了 教练好哭 刚发生的事 这次效率是真高 五天就给他解决了 日本奥运体操代表的主将 龚田同学 22年施锦泰铜牌 21年世大会金牌团体银牌相当给力 目前是顺天堂大学的 运动健康专业的一名二年级的学生 19岁 对就砸这个19岁上了 日子不是改18岁成年吗 但是冒烟人有依然是20岁 龚田同学不是法国的时候被举报的 是来之前 在未知速国际运动中心训练的时候 被内部举报的 尔虞我诈呗 这是啥意思 也行 举报他大方向是没往外面 不好说什么 当时训练结束之后 他在楼梯附近冒烟 然后被人发现了 同时也发现了在住处喝酒 内部就有人直接给他捅到部长那了 汇报者表示没有跟外部说过 经过调查 五天就给他弄下来了 违反体育精神 身为日本代表 违反各种选手行为规范 还是主将 不可饶恕 并表示一个人的愚蠢行为 导致其他四名选手出于尴尬的境地 怎么怎么地的 部长表示 就算是瞒着让他上场了 猫岩喝水的事他依然会犯 所以说 这次直接给他虽然是内部举报 但是我还是捅上去了 给撸了 撵回来了 日本体操协会的腾田会长表示 这次的问题 不只是公田上本人的问题 而是体协全体的问题 不只是公田所做下的罪孽 我们还要考虑未来 必须要严重处理 还有就是希望剩下的四名运动员 不要受太大的影响 努力取得好成绩 本次没有替补 你们四个加油吧 看着办 我看了一下生日 9月24号出生的 也就是再有俩月 你就算站在会长面前猫岩 也不能说你啥 这事整的怎么说呢 就是打个比方 咱我们下学的时候 大一新生聚会的时候 也有喝的 但只要你不把它捅到外部 啥事没有 一旦是发现了 谁劝他喝了 或者说谁组织的 也要喝 要猫岩 你没有阻止 这事很就大了 违法吗 罪则 好了我们看评论区 高赞的一条表示 虽然只发现了一次 他也说是一次 但这玩意肯定是无数次了 既然规则已经指定了 那就忍耐吧 没有办法 这是社会的法则 坚决维护 这才是社会 这才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 什么什么什么 楼中楼表示 是吗 柯南军 下一条 说虽然看着很可怜 内部举报 但是你这两样 你不到20岁是买不到的 这可不是你有压力的 或者你闹鞋子的 谁分你一根 或者给你一瓶的问题 那如果是有 这样的大人也不合格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这次就算是不公开 瞒着 允许你上场 拿到了成绩 然后这个事被人捅出去 你被骂 心灵还会是出现创伤 所以说 怎么说呢 希望他以后的经济人生里 能谨记这一次挫折 并引以为戒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说实话 楼中楼有人怼他 说看了这么多报道 破天盖地的 什么小孩啊 未成年呢 才19岁 19啊 不18就成年了吗 这个选手已经是一个正经的大人了 你不应该说才19就怎么怎么地 而是你都已经19了 还能犯下这种错误啊 你不是怼的 是个补刀的 好的 老哥们怎么看呢 咱评论区唠唠呗呗 还有两个月他就能大大方方的完成他那年龄确认的时候 被撸了 这日子也算是壮士断万的 总共才能拿几个奖牌呀